借這個二十八個本土鱗 那獻給全天下的母親 希望大家因為這樣子 大家能夠更安心 那今天跟大家報告 我們今天沒有新增的病例 沒有新增的病例 那累計366人節隔離 366人節隔離 那今天這也是母親節 那我們大概借這個二十八個本土鱗 那獻給全天下的母親 希望大家因為這樣子 大家能夠更安心 那今天能夠達成二十八日的本土鱗確診 但是我們仍然不可以掉以輕心 那綠行防疫新生活 是能夠維持或邁向 我們更安全的生活的一步 這樣的一個成果 其實我覺得應該是要歸功於 整個台灣 我們整體居住在台灣這裡的人 不管是本國人外國人 大家都非常的努力 而且我們都是有智慧的 以前我就常常在講 就是說我們做要把它做利人利己 那中央地方合作 那才會有今天這樣的一個 可以說是傲視全球的成績 那我們要持續發揮我們的智慧 那能夠力行防疫新生活 那我們能夠繼續驕傲 所以說我的感覺 這段時間我們初步的成功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水準這麼高 這麼有地步的 我們都做利人利己的考慮 請求人家做害人害己的考慮 我們台灣的水準這麼高 就是管理家人 不是說所有人保持人家這樣就好了 台灣人有危險的時候 緊身而出 在這個行業 自己的行業 做自己應該做的工作 自己顧得好 把人可以顧得好 全方都顧得好 所以我們就用 所以說我的感覺 這段時間我們初步的成功 這是我們台灣人的水準這麼高 這麼有地步的 我們都做利人利己的考慮 請求人家做害人害己的考慮 看起來真簡單 但是你們如果在電視來看 看國外的情境 這個混亂的情況 那都是因為我都 藏民做的來抗議 反而互相的排斥 互相的抵制 自己改做的事情 不做得好 怪工怪塞 那很多人說為什麼要補他 因為確實啊 因為搭乘的能少 空車率高 會耗油 如果你上來 120個小時 每個小時 158油 這樣最高可以領到 18960 這是要上課的 要花時間的 而且呢 就是說 讓你可以提升你的競爭力 比如說很多的計程車朋友 要數位轉型 他要做一些觀光服務 那利用這個時間啊 提升他的競爭力 那最後一下 除了這個薪資補貼 培訓的這個課程 就是我們每個月2000元的 油脂的一個補貼 那最多到六個月 所以總共是一萬二 那很多人說 為什麼要補他 因為確實啊 因為搭乘的能少 空車率高 會耗油 他一天賺的可能 抵不上在路上落的 所花的油錢 而這個在SARS的時候 我們當時的特別預算 就有這個項目 所以是比照辦理